我们再转回国内来看 副总统赖清德12号将担任总统的特使出席 巴拉圭总统就职 而且会过境美国 不过行程公布之后 一如预期的是没有过境华府 而且美方给的规格跟蔡总统过去相比 有人认为是非常低调 教授你怎么看这次的过境安排呢 这次过境安排确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调 但是也跟过往的安排呢 其实有类似之处 尤其是以副总统出访来说 过境东岸一个城市跟西岸一个城市 分别是来回过境 其实跟过去有类似之处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 现在的中美交锋 美国如何来因应这次的过境的行程 其实美方呢 我们值得关注的是 就在不久之前 中国的驻美大使谢峰有公开的表示 赖副总统的过境呢 中国是全力的反对 北京是抱持着非常强硬的姿态 面对北京的强硬的反对 美方究竟要如何因应 从现在公布的纽约跟旧金山 东西两岸的安排 基本上呢 美国是用它自己的条件 用行政部门是勉力的挺住了 这样的一个压力 因为如果让赖副总统过境的安排 到其他的城市比过去差别太多 事实上那就过分低调 行政单位很有可能会遭到质疑 是不是对中国示弱 因此我们说现在这个安排呢 虽然相对来说是比较低调 美方强调过境是以低调的安排 可是某种程度也是来表达 美中之间的竞争下呢 美国还是挺住了压力 后续我们要值得关注的是 赖副总统在纽约过境的时候 因为现在国会是休会期间 也就是国会议员们 其实都在自己的选区 所以赖副总统 其实是有机会见到国会议员 尤其在纽约州的国会议员 像是民主党的大党编 参议院的党编Sumer 他就是属于纽约州的议员 再者呢 在旧金山的部分 前国会议长也是访问过 台湾的Nancy Pelosi 他就是旧金山的这个众议员 也就是说赖副总统 虽然他是低调的过境 但是他能不能见到一些 重要级的美国的政治人物 恐怕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再者因为赖副总统访美呢 他是代表着执政党 那接下来是不是会影响到 在野阵营 也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访美的行程 美方是不是要比照办理 所谓的比照办理是 是不是也会造成 国民党的候选人 没有办法到华府 又或者是比照 过去2012年 马英九总统时期 在野阵营 虽然现任者不能进入华府 可是在野阵营的候选人 仍然能够按照过去的惯例 进入到华府进行沟通 或者是进行交流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 继续观察的重点 简而言之呢 美中现在的交锋 确实任何跟美国之间的交流 不管是军售 不管是政治人物的访问 事实上都是会被放大镜 来检视 当然美国的行政部门 也会非常的小心 来接待台湾来的政治人物 确实赖清德不只是 执政党的角色 他还是2024民进党的 总统参选人 所以格外的敏感 好我们再来看到 评级机构 汇谕将美国的信用评级 从最高级的AAA下调到AA Plus 美国2011年其实也曾因为 债线现疆而遭到降频 美国失去了顶级的信贫 会有哪些影响吗 民主党内对于降频的反应 又是如何呢 事实上美国政府 尤其是拜登政府 对于降频是表达不满跟抗议的 包括了财政部长叶伦 就认为降频是对美国 太过严苛的评论 但是整体来说 我们必须要说 美国现在之所以会从AA 变成AA Plus的等级 主要的原因 除了债务不断的高涨之外 更大的麻烦是美国 基本上平等公司 对于美国现在高涨的债务 以及资金的赤字 还有各项的所谓的 对基础建设也好 或者是再生能源等等 拜登政府所提出来的这些证件 会带来美国财务的 沉重的压力 所带来的 所反映出来的这个隐忧 而且政府有没有办法来偿债 有没有这样的偿债的能力 也是平等单位 现在关注的焦点 相较于十几年前 也是2011年 刚刚一轮主播提到的 2011年美国也曾经 被稍微降等过 可是当时主要的挑战 是在于债务上限提升的风险 现在对于美国来说 更大的危机是 除了债务上限提升的风险之外 还有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目前对于政治的混乱 政治人物以及政府 到底能不能够处理 现在高涨的债务 看起来平等公司 是没有太大的信心 其实我们以数字来说 美国上个月才刚刚公布的 最新的对于举债的这个状况 很有可能今年的举债 会来到超过一兆美元 这个比五月份的预期 举债大概在7330亿美元 是高涨了非常多 这也在在的凸显 美国的政治 美国现在的政府 究竟能不能好好的控制预算 在花费上面 是不是能够有所掌控 是有很大的疑虑 平等公司会有这样的担心 也不无道理 另外我们也必须说 2025年按照各项的经济数据显示 到2025年的时候 美国的债务比跟美国的GDP 美国的这个预算跟GDP的比例 事实上是会超过百分之百 也就是每年花费的钱 比每年可以创造出来的生产总值 是高过非常多 来到了百分之118% 而且这个数字在2025年之后 如果以现在的政府的施政的效能 还会往上攀升 这些种种的迹象跟种种的资料 都让平等公司 必须要做出一个 比较理性跟客观的判断 虽然对于美国 整体来说的总体经济 并不会造成所谓的 重大的 预测会有重大的 所谓的经济衰退 经济的软着陆 是一般的预测 可是面对软着陆 平等公司的这些 调降的主权平等 事实上也会让投资人 会产生一些恐慌 这也反映在金融市场上 接下来美国 能不能够做出调整 除了财经上面的表现 金融市场的表现 必须赶快的打入 强行竞争之外 政治人物 尤其是国内政治的纷扰 看来也是美国 现在面对的一个 很大很大的危机 好我们再来关心的是泰国 五月众议院大选之后 拥有最高票的新兴政党 前进党 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这把阻隔的机会 让给了蒙达为泰党 那少了前进党 现在组成政府 会有什么样子的走向呢 我们要继续请教教授 是的 赢得最多席次的 151席的前进党 事实上他距离这个 所需要的376席 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所以之前前进党 才会跟维泰党 以及其他的小党 组成所谓的这个 在野联盟 可是这个在野联盟 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前进党在整个过程 选举的过程当中 代表着年轻跟进步改革 势力的前进党 主打的其中一项政见 被保守派 不管他是保皇党还是军方 拿来强力的直立 就是他们要修改宪法 第112条当中 所谓的污蔑君王罪 这个污蔑君王罪 在泰国的历史上 是历史悠久的 对于皇室 虽然皇室只是象征的意义 但是对于保护皇室的 尊严和形象 泰国人民 在一般泰国人民的心中 还是非常重要的 即便现在的 瓦吉龙军王的泰皇 并不是可能相对来说 跟过去的泰皇相对来说 民间的支持度没有这么高 但是对于污蔑君王 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在保守派的 一般民众的心中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前进党所代表的进步势力 就造成了保守派势力 对他们非常不能接受 也就导致了 即便有151席 还是没有办法说服 其他的势力一起来加入 甚至很多的军方的人士 强调只要是有前进党 在在野联盟当中 就绝对不会让在野联盟 能够获得总理的席次 这也导致了 现在维泰党 必须要把前进党排除 另外再跟保守派势力去合作 目前看起来 前地产大亨 塔维辛的呼声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已经获得了 前总理泰克辛家族的权力的支持 再加上商界的背景 让他在保守派 以及一般的企业家的心中 觉得他是一个理想的 综合性的温和派的人选 所以在目前的状况之下 维泰党在没有前进党的 这个支援之下 是不是能够掌握 其他的在野阵营 甚至是拉拢部分的前进党 让他们倒革进来 加入到保守派的势力 相对保守派的势力 来支持泰国的政局 赶快地选出一个总理 这会是这个礼拜的一个 关注的焦点 我相信泰国的政治人物 很快地就会做出决定 只不过这个新的政府 要跟原来预期的 要做出非常大的突破 要完全符合泰国 尤其是年轻 想要朝向民主改革的方向 前进的年轻世代 可能会稍稍的失望一些就是了 这恐怕也显现了 泰国要在民主大要进的 这个路纯上面 还有蛮大一段的距离 好 今天谢谢教授 带给我们最新的 国际情势分析 感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感谢观看